這個是 好 各位好 我是那個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紅潮貴 我也是軟體自由協會的理事 那今天呢 跟各位報告這個 SVG應用面面觀 這其實 我對治療 醫療資訊完全是外行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 朋友Lorex呢 就是要我談一下SVG 所以我就 完全是從這個end user的角度 所以希望這一場呢 比較是 就是 那個比較入門的 那我的簡報呢 放在那個網頁上 所以如果你可以 scan那個QR Code的話呢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都在那個簡報上面 那我的 等一下當中 也會有很多這個QR Code 如果那個 你對某一些東西有興趣的話呢 你的那個QR Code Scanner 可以隨時準備好 好 那 所以 這個 應該 已經大家 掃好了 嗯 好 好 那我一開始呢 Lorex派這個任務給我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的去 讀了一篇文章 應該是說 開始準備要讀一篇文章 然後呢 就 先 因為那個文章太多 那個專有名詞 我都看不懂 所以我把它趕快寫下來 然後寫完之後呢 文章還是讀不下去 所以最後 我就決定放棄 那我只有 標出兩個呢 我看到就是 跟我要談這個SVG呢 比較直接相關的 就是DICOM 這個 上一場演講應該有 就是講到這個 Digital Image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在處理這個 醫療影像的這部分 然後 FHIR呢 是這個 醫療的這個 醫療資源互通的這部分 這兩個東西呢 我有看到一點點 然後呢 我讀了 論文 他讀後來 讀不太下去 最後得到的心得 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呢 就是SVG 比DICOM 簡單很多 當然功能是完全 也是 有相當大的落差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很簡單的時候 其實你用SVG 來做的話呢 會比那個 完整的醫療資訊的 這個DICOM 要簡單很多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在FHIR裡面 你要存放SVG的時候呢 必須要轉 先轉成這個BASE64的編碼 好 各位如果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 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 基本上這整篇文章跟 醫療相關的呢 我只有看懂這一部分 然後但是呢 接下來我就 我跟Loris交代過 好 剩下我就要講別的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有那個 就是 當一個顧問 一個計畫的顧問 那這個是 賴朝俊建築師跟這個 李柏銘老師呢 台客大李柏銘老師 他們在做的一個 建築資訊系統的那個 開源及自由軟體化 本土化的這個研究 那他們在那個 研究裡面呢也是 就是 就應該是說 我從他們的計畫 我才知道說 原來SVG呢 在這個領域 也有相當多的一些應用 那 當然這個領域也完全是我的外行 所以呢我也是帶過就算了 那我會的就是這一種好不好 這個是我的等級 所以各位如果把你剛剛那個網址 當然手機比較 不是很好操作 你只能看到他的結果 但是你沒有辦法看他的原始 如果你有電腦 你就可以把剛剛那個網址的最後面 把它改成 easy.svg 把網址的最後面改成 easy.svg 然後就會看到這一張圖 那 然後你就可以檢視他的原始 那如果說是手機的話呢 那你當然就沒有辦法檢視原始碼 不過呢 我這裡可以 欸 喔 對 不是 好 所以呢我們檢視原始碼的話 我就把這個網址call過來 然後把最後面這裡呢 改成 easy.svg 好 然後 這個就可以檢視原始碼 最後一個 好 謝謝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如果說 你要 畫簡單的圖形的話呢 其實根本可以用手寫 就可以畫這個向量圖 這又是svg 美妙的地方 這也是我最喜歡 因為我喜歡 簡單 簡潔有力的東西 所以剛剛那樣一張圖呢 就是用這個 很簡單的原始碼把它畫出來的 好 當然 實際上 人家可以畫的東西有這個 這個 這麼複雜的 這個當然就不是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但是呢 這是 我要講一下 我念書 30多年前我還在念書的時候呢 就有這張圖 所以我對他感到特別親切 各位可以直接搜尋Tiger SVG 然後就一路點進去 就會看到這一張圖 然後呢 這個 副檔名是點SVG的 那 你可以把它放大 Ctrl加 如果是用電腦的話 你就可以按Ctrl加 女生最討厭我這樣做了 因為呢 這個一直放大呢 臉上如果有什麼東西的話 通通都會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看這隻老虎 他的這個皮膚保養的多好 有沒有 你看 放到這麼大呢 沒有格子狀 然後沒有那個 模糊的樣子 都是非常的清楚 那個線條都非常清晰 唯一就是說 他這個層次見的不夠多 所以你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一些 就是改進的空間 但基本上呢 你可以 對他無限放大 那這個就是 SVG的 厲害的地方 強大的地方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可說放向量圖 他的這個 我們要 比如說我們要畫一個圓圈 你可以想像 就講一個很簡單 一個圓圈的圖 我們常用的圖檔有哪些格式 JPG啦 或者是 PNG對不對 那PNG如果一直放大會發生什麼事 一格一格 PNG放大會變一格一格 然後JPG如果一直放大會發生什麼事 會 會變懵懵的 好像那個 沒有戴眼鏡 的那個感覺 對不對 那可是SVG呢 SVG無限放大呢 還是一樣 這麼的漂亮 所以這個 就是SVG強大的地方 那他是怎麼存 因為PNG跟JPG 基本上就是點陣圖 Ruster Maps 所以他就是一格一格在存 那只不過說 JPG又經過一些轉換 所以他會變成模糊 那這個 SVG他的存檔的方式 是用 數學式 所以以剛才舉那個例子 一個圓圈來講呢 他就是 記錄你的XY那個原先 原心的那個位置 還有他的半徑 就這三個數值 那因為他記錄的是數學的 數學函數的這些參數 所以不管你怎麼放大呢 他都 一樣都是這個非常光滑 而且重點是 我們可以 檢視網頁原始碼 你如果是PNG 如果是JPG 當然就沒有辦法這樣檢視 但是呢 他是SVG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檢視 顏面原始碼 那這就是 我們SVG檔 儲存檔案的方式 儲存這個圖形的方式 那也是為什麼你可以 無限放大 好 然後我在 準備這個演講的時候呢 有 稍微搜尋一下 然後發現呢 這個東西 那這家公司 這個也不是 我也沒有跟他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我只是正好搜尋的時候就看到 如果搜尋 你搜尋SVG animation 因為SVG可以拿來做動畫 那你就會找到這個SVG SVGator 這個SVGator 看起來滿有趣的 你可以搜尋 這個SVG animation examples 也會找到他們做的東西 然後 然後 你也可以搜尋這個SVGator Tutorial 他們有一個影片在教 你怎麼樣子使用他的網站 來做SVG的動畫 那 我還沒有時間試 但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他們做出來的 效果 我找一個 剛剛搜尋的這裡 就是 這個SVG 剛剛這個搜尋是 SVGator animation example 找到的這個 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它並不是非常 並不是非常 這個 炫麗的 但是 如果你要表達概念的話 用它來做 是滿適合 還有因為SVG裡面可以簽 PNG或JPEG 這個 那個圖 SVG圖本身 可能你沒有太 多這個複雜的 就是 圖片本身不一定能夠 內容沒有辦法變動 但是呢 圖片 簽在那個SVG裡面 你要移動它的位置 你要旋轉 或者是改變它的大小等等 這些是可以辦得到的 那 所以 各位看一下這些例子 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SVG的動畫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然後我昨天就是有 稍微看一下 像這個 腳踏車的例子 它的這個 大小呢 可以 我可以 這一 好 你如果去 看它的 找到這一張圖的那個 因為我是看它的 網頁原始碼 然後就找到這個 Bike的這個 網址 然後連出去看一下 這個檔案的大小 大概一百多K而已 所以一百多K 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簡單的動畫 還是要強調它可能沒有辦法 做非常的 絢麗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要表達一些概念 在你的那個 你們公司或者是你們的這個 機關組織呢 需要表達一些簡單概念的時候 其實SVG的動畫 可能可以很簡單的這個 滿足你的需求 而且所有的瀏覽器 都可以播放 這是不需要任何的軟體 就可以做到的事 好 那終於可以講我真正 稍微有做一點點 什麼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本身 今天這兩年呢 我比較做 多做一點的 就是那個資料視覺化 那事實上 我對這個資料視覺化這一塊 還有很多議題想要講 不過今天我們主題不在這裡 那我稍微介紹 順便推銷一下 我做的這一個專案 叫做Sketplot 好你可以直接搜尋 Sketplot Github 然後就會找到我的這一個專案 那我有一篇文章在解釋 就是一張試算表 散點圖畫到寶 那我舉 嗯 資料視覺化呢 簡單講就是 把你的試算表呢 把你的試算表 把它用圖畫出來 這件事情滿重要的 因為你看到一個 看到一張試算表裡面一堆數字 其實沒什麼感覺 那個政府給我們的 通常 Publish出來的那一些表格呢 都是 就長這樣 但是你如果把那些數字 畫在圖上呢 會很有感覺 那我為了要說明這件事情 我就 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例子 好讓大家看一下 一個例子是那個 手機上的總帳軟體 好你想要 這個知道說 我到底是哪一個APP 吃掉我手機最多的空間 就是LINE 超肥的那個APP 不但程式嘛也佔很多 而且呢資料空間也佔很多 嗯 好 那這是一個應用 那或者是比如說 太陽系天然衛星的軌道常數 你如果去看這個 把太陽系的所有天然衛星的這些軌道常數把它畫出來 然後這個橫軸是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半徑 軌道半徑 應該是什麼 就是長軸的 橢圓形長軸的半徑 然後這個縱軸是那個旋轉的周期的話 你把這些畫出來之後你會發現一些趨勢 把同樣行星的衛星給它圖相同的顏色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趨勢 然後你就會重新發現科普勒第三定律 就是 呃 重新發現科普勒三大定律 然後再來呢股票的財報指標圖 這個應該大家會有興趣 我有考慮以後開這個課 就 那所以股票也可以用這個撈 然後我們的這個 呃 陳時中的這個防疫成績到底好不好 這個也可以用這個來顯示 就是不是藍綠都在那邊炒 藍的說這個做的多亂多亂 然後綠的說他做的多好多好世界第一 到底事實是怎麼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資料都在那邊事實都在那邊 啊就看各位要不要去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這個我直接給各位看 但是我不要講太多政治內容 因為這一張圖呢 呃有趣的地方在於他 這個呃 他的那個 欸跑到哪裡去 喔這裡 這個是我把全世界的所有國家 某一個時間點的所有國家的這個 呃 每百萬人染疫人數跟每百萬人死亡人數 把他畫出來 好然後就畫成這樣子一個 呃 畫成這樣一張圖 然後那個呃 之前有新聞在談齁 黃珊珊在談說那個喔 台灣的致死率世界第一高啊 幹嘛的齁 那致死率的話就是怎麼樣 致死率就是 每百萬人死亡人數除以每百萬人的染疫人數嘛 所以在這張圖上來講 以幾何的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 每一個圈圈 不是X座標也不是Y座標 而是他的 那個死亡人數除以染疫人數 就是Y除以X 就是他的什麼 根源點的連線的斜率嘛 對不對 好所以如果說斜率很高的就是那個 那個 致死率很高 然後斜率低的就是致死率低 其實這個就是一點很簡單的齁 基本的數學 然後你會看圖之後 然後你就會知道 你就可以解釋很多事 好但是對不起 我不要扯太多政治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這個SBG這個圖呢齁 他可以 所以台灣其實在很角落的地方 你有興趣的是這裡 那你就把它框起來放大一下 然後再把它框起來再放大一下 然後台灣在什麼地方呢 台灣在這裡 這樣你知道 台灣在當時啦 那個時候台灣都還沒有解封 高峰也都還沒有到的時候 台灣在世界 世界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起來 他站的位置是在什麼 什麼位置 然後這個 百萬人的這個 染疫人數有多少 然後每百萬人的死亡人數有多少 是不是世界第一 不是世界第一 有沒有偏高 有偏高 但是總體的數字來講 是怎麼樣 總體的數字根本就是接近原點 你看我放大兩次才有 我現在把它恢復 點兩下 好 China是在 China在什麼地方 China應該是在接近原點嘛 那個時候他們都還沒有開始 所以那個時候 China應該也是接近原點 好 總之呢 這是我用這個 然後這裡 這裡的重點 這才是跟 下載圖形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要 點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下載那個SVG圖 我不太確定是 這張圖太大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用的這一個 韓式庫呢 他就可以讓你下載一個SVG圖 好 那我有點不好意思 這個是自我推銷 因為剛剛那一部分 互動的部分其實不是SVG本身 那這個下載的部分呢 就下載的就是SVG圖 沒有錯 那另外一個應用呢 就是這個 OpenStreetMap開放階圖的應用 有一陣子我也是 蠻喜歡玩那個開放階圖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 向量圖 開放階圖的向量圖專 向量圖專 跟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 點證圖專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你使用那個夠慢的網路 你在用一些看地圖的時候 用比較慢的網路呢 你會發現那個網頁的載入 就是地圖的載入的時候 它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載進來 那每一個方塊就是一個圖專 那大部分像 一般我們使用 不管是開放階圖 或是Google地圖呢 它就是這個點證的圖專 但是 如果你改用向量圖專的話呢 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向量圖專跟 這個點證圖專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這件事情 是在伺服器那一頭做 還是在瀏覽器這一頭做 什麼事情 向量圖專 向量圖專呢 那個開放階圖的資料庫的檔案格式 叫PPF的格式 那它就是一個向量圖專的格式 然後這個 你可以設定你的不同的Style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畫 那個不同類型的地圖的時候 你會有不同的著色方式嗎 到底你是要比較凸顯行政區域 還是你要凸顯 比如說你要爬山 你可能會比較凸顯那個等高線 對不對 那在這個程式裡面 你就比較希望凸顯的是這個 商家等等 所以那個不同的Style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Style 配合你的這個向量圖專 然後去把它畫 好這個過程 用軟體去把它Render 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產生出來的這個就是JPEG的 我們熟悉的這種 點證圖專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 這些事情平常都是在伺服器那一頭做 然後我們瀏覽器看到的 已經是這個點證的圖專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可以在自己去做這個 就是從這個向量圖專去 從這邊開始 那你畫出來的這個圖就會是 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很陽春 我那時候做的例子 是台中的台中火車站附近 然後我就用一個這個向量圖專 畫出來長這樣 都還沒有做任何的Styling 就長這樣 那不過那個是很多年 七八年前的事 那最近我在搜尋的時候 就看到這裡有一篇文章 在教大家怎麼樣子做這個 向量圖專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篇文章 我等一下 之後比較有空的時候 我也想要照著它來做一次 好 那 再來這是我自己 蠻常用的一個就是繪圖的應用 如果你的試算表裡面 我們剛剛講像那個散點圖的話呢 那個主要是在說你的試算表裡面 有好幾個column 好幾欄都是數值欄位 那但是有些情況是我們的那個欄位 是文字欄位 然後他要表達的是 列與列之間的關係 講一個比較具體的就是公司的人事資料庫 然後誰的直屬長官是誰 比方說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每一個 每一列代表某個員工的那一列 他的那個直屬長官的那個欄位 又會參考到另外一列也是公司的員工 當你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的這個表格呢 他畫出來可能就是一個這個graph 就是 資訊科學裡面講的這個graph 有vertex 有edge這樣的graph 那當你的問題或者是你想要處理的資料 是這種類型的資料的時候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糟糕我忘了把那個名字寫下來 這個超級推薦的一個工具 叫做graphviz 這個我覺得太少人知道了 那一定要強力推薦給各位 然後你可以用圖片搜尋 graphviz這個工具呢 可以把相依順序相關性 或者是這個節點跟節點之間 你要怎麼去 比如說講比如說我在學校教書 我們關心的是那個課程的相依順序 對不對 哪一門課 又會檔哪幾門課 會檔哪幾門課 等等 那諸如這一類的資訊 或者是說你要 你要組腳踏車 腳踏車那麼多零件 那你要組這些零件 要先組哪些零件 然後才能夠組哪一個零件 對不對 這個組腳踏車零件這件事情 不是唯一一條路線 但是你有 你也不能夠太隨意的亂組 你一定有大致上有一個順序 先把這個哪個區塊組好 哪個區塊組好 那像這種相依順序的圖呢 非常適合用這個graphviz來畫 你把那個相依順序用文字檔寫好 寫好之後呢 然後就用這個graphviz去跑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圖產生出來 所以像這個 這張圖你看這個這麼複雜的 或者是像這種 這個都是graphviz可以做出來的 對我剛剛忘了做一個 例子 好就這一個好了 這個不是這一個 是 我 這裡 我這篇文章沒什麼人讀啦 但是我也不是要給各位看這篇文章 我只是要給各位看 這張圖 那這張圖呢 就是我在描述說 資訊科技 因為網際網路的出現 然後資訊複製零成本 導致每個人都是資訊生產者之後 然後blahblah一大堆 發生一大堆事情 然後AI又出現了怎麼樣 然後到最後呢 這個對人類社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好我認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 如果各位沒有時間看 裡面的東西的話呢 其實我認為 這是我在 資訊科技 就是 探討資訊科技對 人類社會影響的 這麼多年下來的一些心得 我覺得這個蠻值得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這個結論 那但是呢 但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是那個結論 今天重點是 這張圖 當然 是我畫的嗎 好 不是我用手去簽的 我只是 有一個DOT的文字檔 好 那它這個下載下來呢 我不知道它會怎麼開啟 我只是想要用文字格式 好 OK 可以 好 所以你就是 建一個文字檔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文字檔建好之後 你去跑那個GraphVis 那這個文字檔只是講說 這個什麼 哪一個點要指到哪一個點 好用一個箭頭表示哪一個點要指到哪一個點 把這些資訊表達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 用 好就可以用這個 GraphVis把它畫出來 那畫出來的成果呢 當然它的這個檔案格式 你可以指定 點SVG的這個檔案格式 好 這是我覺得 滿好用的東西 但是太少人知道 很可惜的 那 我就拿它來畫 比如說 PIP的這個套件的相依順序 就是如果你有在寫Python的話 那或者不一定寫Python程式 你在玩的時候有偶爾碰到一些 它用Python寫的程式 然後它跟你講說 你要先安裝一偷拉庫的套件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到底這些套件之間的相依順序怎麼樣 就有工具可以畫這個圖 這一篇呢沒有寫程式 就只有下指令 然後這一篇呢 又是股票 不好意思 我就是那時候在研究股票 然後呢 就想要試試看Pandas 因為那個Pandas現在滿紅的 尤其你在玩AI一定都要用到 但是對太難的東西 我又沒有時間去接觸 那至少玩股票的時候 可以給我一點點動力來學Pandas 我就把它做了一下 結果發現我寫完那個程式呢 速度超級慢 超級慢 然後我就用一個工具去 把這個圖畫出來 這個就是Call Graph 如果有寫程式的同學呢 你可以就是 你要分析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你可以搜尋Call Graph 就是怎麼樣把那個 誰呼叫誰 哪一個副程式 呼叫哪一個副程式 的這個相關順序把它畫出來 那畫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哇這個地方都是紅色 就是塞車 所以然後塞車的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大概就是這一個 所以後來我重新 再把我的程式改過 用別的韓式庫 用同樣的Pandas韓式庫 但是換一個方式去寫的時候 這個塞車的現象呢 就比較緩解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 你的程式碼的速度提升很多 這個是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得到的一些心得 好 那後來我最近兩年呢 就是教這個國際班 那英語授課 所以終於有機會 教那個資料庫 要不然之前都是別的老師教 我都搶不太到 那我那個教資料庫的時候呢 當然就要畫那個ER Model 那個Entity Relationship的這個ER Model 那也是一樣 我想要畫這個ER Model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用那個很簡單的工具 去完成很多事 那結果我就找到這個 找到一些工具呢 可以不用 不用這個連 連MySQL都不用安裝 你只要有它的那個 只要它的.SQL file呢 就可以把這個Yamato畫出來 好 那它還有什麼優點 SVG呢 輕巧 檔案很小 然後比較上游 比較上游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 你可以拿它來產生JPEG 可以拿它來產生PNG 拿它來產生別的這個點陣圖 它是Responsive的 所有的瀏覽器都可以開 不再回到那種古代 這IE-only那種 很明智未開的年代 我們用 SVG做的圖 所有的瀏覽器都可以開 而且呢 這個不同的 大小呢 它會 你可以隨著放大縮小 你可以加Style 然後你可以 去移動它 你可以跟它互動 那我 可動那個 我講的就是SVG Gator的 那一個網站 你做出來的SVG圖 它本身可以動 那你可以跟它互動 這個Time也有一些例子 我就沒有時間講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這是一些搜尋關鍵詞 大家可以試試看 AwesomeSVG Curated 那一個Github的專案 就收集一大堆跟SVG相關的一些 連結 有趣的連結 那SVG Art會找到一些 就是比較藝術的話 然後你要對 比如說Snoopy有興趣 還是Doraemon有興趣 還是晉級的巨人有興趣 都有人做一些SVG的這個圖案 當然不是很完整啦 你自己找找看 而且不一定是 可以合法免費下載 它可能只有給你PNG或JPEG檔 可是它不一定給你SVG的原始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畫這些東西 特別是卡通讀案呢 SVG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各位當中 如果有比較厲害的這個畫手呢 可以試試看 那 那 最後我要講一下 推銷一下我的這篇文章 長線投資的電腦學習策略 我自己認為我們的資訊教育呢 其實 有很多的這個方向 我覺得可以調整的地方 那特別是這種組合的概念呢 我們在數學 在英文裡面都有組合的概念 但是在電腦裡面很少有這個組合的概念 我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們在電腦的領域裡面 常常會學很多東西都會過時 那你說新的東西一直出來 舊的會過時 沒有錯啊 不是這樣的 新的東西一直出來 你都需要一直需要學新的 沒有錯 但是你舊的東西不應該要丟掉啊 是不是 你的Office學哪一版的 每一個人學的版本不一樣 然後現在新版的跟舊版的怎麼樣 可能你要重新適應一次 對不對 你的99層發表學哪一版的 沒有嘛 對不對 國際通用版從很多年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這一版嘛 那英文單字你學哪一版的 2003還是2007 沒有嘛 我們學英文單字 學一次就用永久了嘛 對不對 這篇文章我在談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資訊科技應該要學的是 這樣子的知識 而不應該是一直被 被這個不同的版本把它 作廢掉的這樣的 的東西 那我舉 在那張那篇文章裡面呢 舉一個例子 就是用這個 我怎麼畫圖來表達 這個 我的學習的方式跟概念 好 那最後的最後呢 我要跟各位講說 其實呢 各位如果看我的這個 我這個簡報 我這個簡報其實它就是SVG 好那這個軟體 這個工具叫Sozi S-O-Z-I 我用Sozi呢 所做出來的這一個 SVG簡報 然後它自動把它 簽到一個HTML檔裡面 我的簡報 一直都在雲端 從來就是用這個SVG的方式 來呈現 這是我 對SVG呢 就是 很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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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